14号下午在环岛北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是转弯车没有里让 执行车造成三人受伤 两辆机车损坏 经过警方救测三方并没有饮酒情形 根据警方了解 这名装信男子骑乘机车 沿着环岛北路 要转环岛北路往金城的方向 和沿着环岛北路一段 执行往金城市区的方向 由翁信负载乘客机车在入口发生碰撞 这三名伤者由消防队送医救护 金铃乡环岛北路一段350巷入口 在昨天14号下午16点50分左右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那一名装信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 沿着环岛北路一段350巷 右转环岛北路一段 那与翁信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 负载乘客翁女 沿着环岛北路一段执行京城方向 在入口发生碰撞 那事故造成双方机车车辆有损坏 三人均受有差错伤 那由消防队送往金门医院治疗 双方驾驶经警方实施久策 初步排除久后驾车行为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由本分局离听当中 金城分局表示 汽车行驶到交叉路口 转弯车应该离让 执行车先行 呼吁驾驶人 行经交叉路口 要遵守慢看停